大家好 欢迎来到233网校 我们今天跟大家讲的是 2018年一级建造师建筑工程管理人实务 金江班的网络课堂 我们来看看这一讲呢 继续跟大家讲网络计划技术 那么我们这一讲的内容呢 主要是讲网络计划技术里面的 石标网络计划 和网络头的绘制控制调整的 这个文字方面的内容 石标网络计划呢 是我们一级建造师特别喜欢出题的点 2014年考了 15 16 17 这个连续三年空白了 然后呢 这个网络计划的绘制控制调整呢 13 15年考了 那么我今天这一讲的内容呢 稍微把一些文字方面的控制调整讲一讲 那么下一讲呢 会主题来讲这个绘制控制调整 我们首先来看看 石标网络计划出题的 那么实体的模式 就是他考察我们什么呢 我们的工期 考察我们的关键线路 关键工作 也就是重点空的对象 然后对国国参数的识读 是吧 因为我们现在前锋线 是按照最早实验参数汇制 所以最早实验参数 包括我们的总时差 自由时差 包括我们的最次实验参数 那么总时差知道了 那么我们就可以知道最次实验参数 包括我们前锋线的汇制 我们也会跟他做说明 是吧 包括我们有些机械的闲置时间 用石标网络计划 会简单的做一个说明 在我们下面管理老师呢 也会讲类似的问题 拖延延的时间 对后续工期 后续工作和工期的影响 或者说我们网络 是他的分析和利用 这个是我们石标网络计划 经常出的题 是吧 包括在石标网络计划下 进行赶工 这个工期优化 我们后面呢 会讲工期优化 后面的工期优化呢 那么不管是一般网络 还是石标网络计划 都可以以这个为 基本的模式出题 所以把尸体的 有一部分呢 在我这一讲讲 有一部分呢 在后面再给他讲 那么理论的方法 是吧 刚才是出题的模式 理论的方法 就是我们点出石标网络计划 能够使得它 能够使得一些参数 是吧 能够跟着石标网络计划 来确定工期 是吧 来确定关键工作 等等等等等等 其实前面呢 是讲的尸体怎么出题 这个地方呢 主要是一些理论的方法 特别是自由时差 我们自由时差 就是波浪线 我们总时差 与自由时差的关系 某项工作的总时差 等于它的自由时差 IGA工作的总时差 IGA工作的自由时差 就是波浪线 加上紧后 工作 总时差的 最小值 反复用这个公司 自由时差是波浪线 我们总时差 有它的自由时差 加紧后工作 总差的最小值 或者我们在做 做总时差的时候 这个工作的波浪线 与后面的 现在的波浪线的合 有很多很多的这个线 那么这个波浪线的合 的最小值 也可以 下面我们来看看 还是根据一个具体的 经典的一个 我们的这个 这个习题 来说明我们 十八万能计划 它出题的模式 思路 这种题目呢 你把它搞明白 就可以了 我们首先来看看 某城包上 呈建的 基础设施项目 进度计划 你看看 这个一般的背景 我们给出一个 十八万能计划 真正的十八万能计划 大家注意 上面你看看 是时间的时间 一二三四 下面这个作表点 你看 就是作表点 下面也是这样做一套 是吧 然后画 我们一般的绘制的时候 都是按最早时间 没有做说明 那么都是最早时间 最早时间参数 你别说 你别说 这个我们的C工作 C工作的最早开始 二号建议所对应的 你看看 十三 最早开始三 那么我们看看 这个C工作最早完成 最早完成所对应的 应该是六 是吧 最早开始 最早完成 波浪线就是这个时差 我们来看看 第一 五周末发现 工作A和工作B 已经完成 是吧 工作C 仅完成了一周工作量 底工作还需要两周 是吧 那么工作1 完成了别人50 是吧 F仅完成一周 那么实际上是 我们第五周末 你看这是第五周 这是第五周末 然后对C 对于D 对于E 对于F的情况 我们刚才说了 然后用点画线 用点画线 把这个连起的这个折线 这就是前方线 其实我这个图上 已经把前方线 给他做了绘子 那么 其中 4件1 工作C 由于设计变更 包括管线资料 那么 这个就是业余 来承受的这个 业组来承担的责任 对吧 费用增加 第二个呢 这个施工单位极限故障 施工单位 那么我从索赔的责任来讲 施工单位是不能索赔的 是吧 第三个 你看这是设计变更 这是施工单位的这个责任 这是实验不遇的 就是不可抗力 不可抗力 世界的机械的闲置费 大家注意 闲置费是不能索赔的 工期 我们倒是看情况 是吧 我们理论上 由于不可抗力 工期要赔 但是一目印象工期 看背景 下面这些事件呢 在规定时间提出索赔 认为 这个索赔的实现 是保证的 下面我们看看问题 指出原计划的关键行动 说明重量困难的对象 这个给出 指标网络计划 能够找关键行动 找重量困难的对象 找网络的计算工期 包括时间参数的时度 第二个 跟着第五周末的情况 绘制潜封线 这个潜封线 我们当时绘制了 是吧 题目背景 我已经给出来了 就是绘制出来了 第五周末 一定要注意考试 因是这个末 分别指出这些工作的 对工期和索赔工作的影响 这是我们 石标网络计划经常出的起 这个思路要明白 下面我们来看看 跟着上述四届 承拨商索赔是否成立 也就是说 石标网络计划 结合索赔 结合索赔 这个题目就比较完整 一个非常经典的 以石标网络计划 为基准的一个题 我们来看看 首先我们来看看 关键限度 或者说我们一些参数 我们找关键限度的时候 你要注意 我们找 我们找这个 工期的时候 你看最后一个节点 所对应的坐标 与第一个节点 所对应的坐标 它的差值 刚好第一个坐标是零点 那么我们的工期 很明显就是15 就是15 注意单位 考试 看看单位是什么 就是什么 第二个 我们的关键限度 从前到后 你要注意 始终没有波浪线 你看看 从前到后 从前到后 始终没有波浪线 始终两个字 没有波浪线 从前到后 始终没有波浪线 始终没有波浪线 这就是我们说的前锋线 这就是说我们的关键限度 这个题目里面的前锋线 你看看 刚才我们就画了 第五周末 然后对于C D E F 然后用点画线 这个折线 就是前锋线 这个工作的一些参数 你比如说 我刚才说了 2 这个C工作 它的最早开始 是二号节点 所对应的 最早开始 有波浪线的 它的最早完成 是六 你看看 这个一工作 一工作 最早开始 也是三 它的最早完成 你看看 这个节点 所对应的是七 这个 通过这个题目 我们快速的 把关键限度找到了 关键限度找到了 这个上面的一些参数 最早开始 最早完成 自由时差 我们后面再说 波浪线 就是自由时差 总是差 就是按照 刚才这个公式 我们后面还会再记上 那么这个 最迟时间参数 如果我们的总时差 知道了 用最早时间参数 加上总时差 等于最迟时间参数 所以这个内容的 最迟时间参数 比较麻烦 这个在项目管理里面 也会比较麻烦的 稍微难度高一点点 下面我们来看看 关键限度 考试的时候 问关键限度 原计划的关键限度 注意关键限度 一定要注意 圆圈箭头 一定要注意规范 标准 有的人给了几个圆圈 这不对 圆圈一定要有什么的 要有箭头 一定要注意圆圈箭头 要非常规范 问关键限度 就是关键限度 问关键工作 就是关键工作 你看看 重点或者对象 就是关键工作 关键工作 就是重点对象 关键工作 就是重点对象 所以这是经常出题 包括我们的工期 这个刚才已经说了 前方线 我们已经绘制了 下面 下面我们来看看 总是差 自由是差 因为我们把总是差 你比如说 我们的拖延时间 跟着这个前方线 你比如说C工作 第五周末发现 C D E和F 以这条为直线 我们知道C拖后了 我们你看看 本身要 大家都要计划 在这条线上 考虑匀速 这个C工作 本身应该在这里 但是它本身应该 完成一周 两周 两个单位 但是呢 这个C只完成了 一个单位 那么C拖后了一周 你看看这个D 也是不应该 完成这里 第五周末 但是呢 第五周末应该 完成的这个地方 完成两周 但是它完成一周 所以D也是拖后一周 那么E呢 是正常的 在这个指线上 计划 我们第五周末 就大家计划在这里 你看看这个F 它本身应该 落在这里 但是只落 本身应该 完成三周 它只完成了一周 所以拖后了两周 所以C D E F的拖后的时间 知道了 那么我们来看看 它与后面工作的影响 那么我们首先 看这个DT 影响 与它的自由使踏 你看看 C的自由使踏 波浪线 刚才我们已经找到 这个关键线路 这个关键线路 关键线路上的工作 总是自由使踏为零 你看看 这个C 它的自由使踏 你看就是两周 那么我们的D 是关键工作 E 你看看 E自由使踏为零 F 你看 F的自由使踏 是E 所以通过拖后的时间 与自由使踏进行比较 我们就可以散出 那么我们就可以推倒出 这个项工作 是否影响 紧后的最早开始 所以大家注意 那么我们要想影响 这个是否影响工期 和紧后的这次开始 那就是总使踏 那么我们C工作的总使踏 我们C工作的总使踏 等于它的自由使踏 你看自由使踏2 加紧后的 紧后是关键工作 所以它的总使踏 是2 它的自由使踏 它也是2 这个自由使踏是波浪系 同样的 这个D工作 是关键工作 总使踏自由使踏都为0 你看看这个E工作 E工作的总使踏 等于它的自由使踏0 加紧后的 就要看I I工作的总使踏 就要看看什么的K K工作的总使踏 我们来看看 K工作的总使踏 等于它自由使踏1 加紧后没有 所以大家注意 I工作的总使踏 等于它自由使踏0 加紧后的最小值是1 所以我们这样 我们E工作的总使踏是1 看看F F工作的总使踏 等于它自由使踏1 加紧后的 1的最小值 就是2 所以我们在上 重使踏的时候 某项工作的总使踏 等于它的自由使踏 加紧后工作 总使踏的最小值 这个去计算 当然我们还有方法 你比如说 我们刚才上 这个E工作的 总使踏的时候 那么1与后面的线路的 它的波浪线的 和的最小值 你看它就一条线路 那么它的波浪线就一个 所以它总使踏就是1 你比如说这个 它的总使踏 等于它的自由使踏1 这条也是一条线路 波浪线 波浪线加起来2 也可以 因为刚好我这个 我这个图比较简单 所以我们以后遇到 这个比较复杂的时候 我再跟他讲一种方法 就是说 一种是按我刚才这个公式讲 总使踏等于它自由使踏 再几个公司 总使踏这个值 还有就是 这个工作 它的波浪线 加紧后 加后面的线条的波浪线 每条波浪线的核 加起来 每个线条 因为它后面有很多的线路 因为我们这个背景 刚好都是一条线路 如果有多条线路 每个线路的波浪线的核 加起来取小值 就是总使踏 那么我们这个总使踏知道了 对于C D E F 首先我们进度情况 用进展点 前锋线 你看看 拖后的时间 我们都非常清晰 注意 这个一工作是一致的 或者说正常的 那么我们自由使踏 就是波浪线 你看看 这个C 这个 像这几个工作的自由使踏 很快就知道了 你看 就是波浪线 波浪线 C D E F C D 我们C工作 D是关键工作 C是波浪线 是2 C D E E F 大家注意 F的 那么它的自由使踏 也是1 所以这样 我们的自由使踏知道了 用拖后的时间 这个竞争 进展的情况 拖后的时间 与自由使踏比较 你看看 C工作 拖后了一周 但是自由使踏是2 所以它不影响 紧后最早开始 时间 D工作 拖后了一周 D是关键工作 那么总是它自由使踏都为0 所以影响 我们紧后的自由使踏开始 我们E工作 你看看 它的自由使踏是0 不影响 是吧 那么F工作 那么它的自由使踏是1 拖后了两周 那么它是 自由使踏是1 所以影响一周 影响紧后工作 最早开始 那么我们通过 进展情况 与自由使踏经营比较 就知道 是否影响 紧后的 最早开始 那么我们 用进展情况 就是我们 与自由使踏 如果进展情况 与总使踏 总使踏经营比较 总使踏 我们也通过计算 把它算出来了 这些工作的总使踏 是吧 你看 C工作 D工作 E工作 F工作 你看看 这个总使踏 我们都散出来了 那么我们用拖后的时间 与总使踏经营比较 就能够看出 是否对工期影响 是否对紧后的什么呢 最迟开始 你看看 拖后一周 总使踏是2 不影响工期 不影响紧后的这次开始 工期和紧后的这次开始 是一致的 你看看 这个拖后的一周 是关键工作 所以影响一周 影响工期 影响紧后的这次开始 这个地方 它是一致的 总使踏是1 所以不影响 你看 这是拖后的两周 刚好总使踏是两周 所以不影响工期 不影响紧后的这次开始 这个题目呢 我用了个假设 这个括号里面 是说了另外一种情况 假如说 我们拖后的三周 而且总使踏就是2 说明它影响什么呢 影响总工期 影响紧后的这次开始 一周 或者拖后的三周 因为它的自由设施是1 说明它影响 我们紧后的这次开始 两周 所以我这个括号里面 是给了一种假设情况 因为题目千变万化 我这个题目里面呢 是这种情况 但是呢 我括号了假设这种情况 所以 只要考时代网的计划 经常就考这个内容 是吧 我们对后续工作 后续工作分为两个 一个是紧后的这早开始 一个是紧后的什么呢 这次开始 谈到紧后这早开始 就拖延的时间 与自由设施还比较 谈到紧后的这次开始 就是我们拖延时间 与总时差 或者说与总工期 也就是说 谈到总工期 谈到紧后的这次开始 就是与 进度 进度的拖延情况 与总是还进行比较 只要靠时代网的计划 就出去玩出这种题 下面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这样做了以后呢 下面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这几个工作 与索赔的关系 你看看 工作C 由于设计变更加造成的 那么这个责任呢 是建议单位的 这个没问题 费用是可以索赔的 那么C工作 你看看 这个C工作 我们来看看 C工作 脱后的一周 它不影响工期 所以大家注意 C工作 它是建设单位责任 但是 工期不影响 所以只索赔费用 所以这个情况 一定要注意 是建设单位责任 该赔 但是不影响工期 所以工期不赔 只赔费用 有的人在回答 这个问题的时候呢 他说工期不影响 所以不赔 先应该说责任 属于建设单位的责任 但是不影响工期 是责任 该赔 但是不影响 所以工期不赔 赔费用 第二个 我们D 是施工单位 机械 或者施工单位 造成的等等等等 或者施工单位 各个材料 当然就是施工单位责任 所以工期和费用 不能收赔 当然 这个题目呢 D是关键工作 刚好影响了工期 事件三 是吧 这个不可抗力 是吧 我们不可抗力 所以不抗力 机械的闲置 是吧 施工单位来承担 在我的索赔专项 专门跟他讲了 是吧 就是没有跟他讲立体 所以不索赔费用 但是呢 不可抗力 原则上 是应该工期要考虑的 但是呢 它的工期不影响 你看 是不抗力 但是不影响 所以工期不赔 所以这个 我们刚才讲的 F工作是不可抗力 你看 F工作是不可抗力 是吧 脱合了两周 但是呢 不影响工期 不影响工期 所以我们不赔 如果按照下一种情况 那就要赔 所以我这个题目呢 是按照第一种情况 所得说明 注意不可抗力 我们工期该赔 但是呢 他不影响工期 所以不赔 原则上是赔 所以有个但是 一定要注意 回答问题的时候 回答问题的时候 你把我这地方 但是责任 非常清晰 不是因为不影响工期 而不赔 先是该赔 但是不影响工期 所以我们索赔里面 有三个原则 第一个是责任 第二个是 你不影响工期 第三个是时效性 我们这个题目背景里面 告诉时效都是可以的 这是我们 我们的这个时报王的计划 结合我们索赔出题 这就是非常经典的 这是个很经典的事情 把它搞明白 所有的时报王的计划 基本上都明白了 后面在时报王的计划 这个做工期化 这个跟时报王的计划 没有关系 不管是一般王的计划 和时报王的计划 做工期化都是一样的 所以后面一讲 我会再讲工期化 下面一个问题呢 也是一个很经典的 就是我们机械闲置 以时报王的计划 为背景 如果A H K A H K 三项工作 共用一台 使用机械 而必须顺序之功 就是说我们 在做工作的时候 只有一台 而且三项工作 都要用这台机械 在不影响总工期 注意 在不影响总工期的前提下 该机械 最小的闲置时间 这个闲置时间 就是说 原则上来讲 A做完了 马上做H H做完了 马上做K 就没有闲置时间 那么我们 有些现场的影响 A做完了 然后隔一段时间 再做H H再隔一段时间 做K 这个相隔的时间 这就叫什么 闲置时间 你闲置的时间 因为我们这些机械 我们要花钱的 要租赁的 你在现场闲置了 那就花钱 所以我们希望 它的闲置时间最小 就这个意思 那么这种题目 怎么做呢 我们这人给了个答案 给了个答案 那么我们下面看这个图 你看看A H K A H K 你看 A H K 看到没有 A H K 那么做这种题目 怎么做呢 先把关键向导找到 这种题目 这个头有点问题 把它画直点 这种题目 先把关键向导找到 你看看 从前到后 先把关键向导找到 关键向导 你看看 A H K 你看 A 从这个头上 A H 再看是什么呢 K 把它找到 然后从源头上来讲 A 你看 过了几周是H呢 一周两周 你看看 A过了两周 我画了两个空格 就是做H H过了几周 再做K呢 你看看 一周两周三周 你看H 再过了 一周两周三周 你看H 从这里看 再做K 过了三周 再做K 那么我们说 从这个源头上来看 A过了两周 再做H 限制两周 H再做三周 K 那么限制五周 限制了五周 那么在限制这五周里面 大家注意 在限制这五周的 A H K 在限制这五周的时候 我们来注意 你限制了 你限制了这个五周 我们来看看 A H K 你限制了五周 那么我们这个K呢 是关键工作不动 K关键工作不动 下面就是这样 首先我们考虑 H不动 如果 如果H不动 H不动 那么这个A 就往后面挪动 就说A 越往这边 靠得越近 说明它的限制时间 越少 那么我们说 这个题目呢 它有一个考虑 不影响总工期 那么就要看这个A工作 它的总时差 A工作总时差 通过我们这个题目来看 A工作总时差 我们可以算出来 A工作 你去算出来总时差 是可以算出来一 你看看 A工作 一种是按 刚才这个公司 你把它的 G工作总时差 找到 G工作总时 G要找什么 J工作 J工作总时差是一 G工作总时差是一 大家注意 这个2加1是三 这个总时差 我们来看看 1 2 3 这三 下面我们这个总时差 5 6 虚工作总时差是一 那么我们看看 这个总时差 它的总时差 你看看 1 2 我们这样 3 3 某项功能总时差 这是2加紧后的 这个3和1的这小值 所以这个A工作总时差 多少呢 是一 那是一 或者说这个A工作总时差 我们还有一种方法 就是这条线路的 波浪线的和 是一 波浪线的一和 这条线路的波浪线 你看看 这样加起来 有这个地方 2加上这个2 是4 加上这个是5 是吧 还有这个波浪线 你看2加这个1 往这个是3 还有这个波浪线 所以我们有几条波浪线 最小的 从这里看 这条波浪线的和 你看这个波浪线一 所以A工作总时差是一 A的总时差是一 如果A的总差是一 知道了 是吧 A的总差是一 知道 那么A就往后面 能挪几个呢 还往后面挪一格 再做H 而且我们刚才说的 不动 那么这个地方 还是不变 我们K 那么我们A本身是 闲置和H 闲置两周 现在因为总差是1 可以往后面 挪一周 那挪一周 就变成这个样子 所以这个时候 闲置时间呢 12 闲置四周 刚才我们说的 这是H不动 下面我们说 这个A再不能挪了 因为A的总差是一 如果再往后面挪 挪一周 可以再挪 就是影响功性 下面我们就 A再不能动了 那么H 刚才我们说的 H没有动 那么H能不能动呢 你看看从这个题目 H的总差是三 H的总差 大家注意 H总差是三 也就是说H往后面 可以挪 那就往后面 挪一周吧 假设往后面挪一周 那么这边就 闲置两周 那么你闲置两周 前面就控除了 本身控除一周 再控除一周 所以H往后面挪一周 那么前面 控一周 所以它挪和不挪 对总的 闲置时间 没有关系 因为它往 K靠近 那么就 跟A靠得远 所以H工作 挪一周 那么总的 闲置时间不变 H工作往后面挪两周 它往后面挪两周 扫两周 前面就挪两周 后面挪三周 那么前面就挪三周 所以H工作 挪和不挪 都是一样的 都是四周 所以这个题目 答案 问 它的闲置时间是几周呢 四周 这个要明白 这就是我们跟大家说的 一个很经典的 有些学员 在做这种题目时候 首先把这个 关系要找到 HK哪个工作不动 一般的中间的工作 不管它 考前面的 然后看看前面 这个工作的总时差 不影响工期 就是可以挪动 总时差 然后看它的闲置时间 这个 这种题目呢 这个有的学员 可能已经明白了 如果你不太明白 你多看几次 我刚才讲的 你看个两三次 就看明白了 这就是 一个很经典的 最小闲置时间的问题 下面我们 进度计划的这个编制 有些文字工作 说一句 我们进度计划 我们分为 我们有总进度计划 我们有单位工程 有分阶段 有分布的 这一两年 不管是一件和二件 我们的专家 这两年出的题目 一定是出了 进度计划的计算 第二个 进度计划的一些 文字方面的内容 以前出题 都比较干脆 都是想 都是计算题 但是这两年的出的题 专家 他想出点文字 其实文字工作 对有些同志来讲 非常简单 如果你从事 这个方面的工作 非常简单 或者说干过这个设计 或者说 我们是这行出身的人 一般的这种文字工作的题目 都没问题 但是你是不是 这个专业同志 所以我在一级建策师 在讲课的时候 我特别谈到这个问题 因为你不是 这个专业的同志 对这些简单的问题 因为是简单题 都是两到三分 但是因为你不是这个 不搞这个的 或者说你不是从事这个 或者说你不是这个专业 你就没有一个基本的知识 但是现在出题的专家 特别是一级建策师 2017年开始 他出题已经二级化 或者出题联合联系实际 或者说结合专业 所以我想说一个什么问题 不是这个专业同志 你就更要花更多的时间 对这些问题 因为对我们大部分人来讲 对我们相关专业的同志来讲 这都不是问题 但是可能对你有些问题 这个时候就要多花时间 有的人觉得我啰嗦了 这个很正常 这个我不说 你就不知道你的问题在哪个地方 下面在进度计划编制过程中 需要具体基本原则 大家注意 首先安排这个准备工作 这个很正常 再就是首先进行前向的工作 对付现在的临时设施 我们三通 先场外 后场内 由远而近 先足干后分干 排水工程 先下游后上游 先地下 后地上 先思后浅 这个时候看看 我怕这些专家无聊 他有时出这方面的内容 具体结构四公前 装置在后 这个很正常 包括这看看就可以 因为现在出题的专家 我们有的在一期间的诗 这几年出题 当然我们出的题也是挺好 有部分非常不错 但是也有很多题目 我们有很多的学员 前国人民 也在骂我们这些专家出题 出的好 当然都会都认为可以 出的不好 当然也会骂 所以这些内容 还是重一点点 下面我们网络计划来调整 调整的这个原理部分 先讲一讲 我们网络计划 由于现在的问题 要调整 调整里面 我们后面 就是对关系工作进行调整 关系工作调整 就是我们后面讲的 工计划 在下一节讲 第二个 改变某些工作的逻辑关系 你比如说 本性是个顺序施工 然后改成分担流水 或者改成平均施工 这个内容呢 改变逻辑关系 那么这个具体的主力 我们会在后面的洗礼班 或者后面的冲刺 魔考鸭提 我们在后面会讲 什么叫改变逻辑关系 就是原来是这个样子 像顺域工作 重新编制进行计划 你比如说 我们刚才不是讲 那个前锋线吗 那么前锋线 前面做完了 已经做完了 把它拴掉 我们把前锋线 后面的工作 把前锋线 后面的工作 把顺域工作 重新画出来 这就是进行计划 动态的 这个难度比较高了 下面非关系工作的调整 就是我们关键工作 是调整是工训化 那么非关系工作 特别是我们后面的逻辑关 我们这个对于资源的优化 实际上是我们调整 非关系工作 非关系工作进行调整 因为我们关系工作不动 非关系工作是可以动的 那么非关系工作一动 那么它的资源变化 这就是资源调整 这就不说了 看一看 这个出题 有时也出这方面的选择题 或者说简单题 还是一句话 以前都是出的计算题 所以这些东西都不太关键 但是现在的这些专家 喜欢出这种题 这种题其实是什么 不难 因为很多同志 因为都是我们大头目毕业的 或者工程管理专业毕业的 或者相关专业毕业的 因为这个东西都能理解 不能理解是什么人 就是他以前没有学同步 以前没有学工程管理 以前没有学施工 走资 进度 他现在为了考一基建的诗 就来听我的课 因为这个内容 在学历教育都讲过 当然你要把它搞明白 你要花大量的时间去看看 什么叫改变逻辑关系 因为逻辑关系 有人就没搞明白 包括顺域工作 什么叫顺域工作 像这个概念 非关系工作 包括资源调整 因为有些人概念都不明白 所以讲这个问题 这个就很麻烦 所以我们现在意见是比较好 国家也是这样 把这个专业的统治 让他通过考试 不是这个专业的统治 让他走开 所以有些同志听了这个话 不太高兴 因为不是这个专业的 我要考 我就想告诉你 你就花更多更多更多的时间 我们这讲就讲到这里 学生朋友们再见